聽了之後 我不如上來講幾句話 今天回去會生不著教 所以跟政委請示一下 我非常謝謝郭老師 在五年多前我曾經聽過這個名字 所以我必須講政府組織委託部署的地方 因為我們兩個副軍長 一部署那個副套發支的業務 結果也遇到一些提議 但是今天聽了郭老師的這一段話跟說明 其實我們了解整個核心的精神 還有堅持不要臉 堅持不要臉 也有了我們很多的請示 那我想剛才郭老師我們第一個要讚賞他 有社會的人為什麼 從他生四個小孩就被看得出來 所以我剛才講 但是我也不若人 只有兩個小孩 但是兩個他18歲 所以這非常不簡單 同一個媽媽有酒 第二個我必須要講說 郭老師我非常佩服 我們政府有時候在想什麼叫創新 你創新我創新後來看了一下 政委很容易看出他們的作戰 創新有時候其實是環化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政府喜歡的 剛剛郭老師講的價值 我們這麼激光 如果只是照規章的形式 不去想其他 這個政府是不會進步的 所以剛剛那一段話 其實有些堅持們不要臉位 多少帶動成分 不見得討人家喜歡 但是我們應該做 我們就要做 那再來就是入市 用出市的精神 做入市的實驗 其實我們很多學校都提了一些 但是能夠長期堅持 然後能夠產生那種發酵 引動社會 在別人的需要上面看見自己責任 因為富汗巴士在台湾市 不用花錢 但是您剛剛提到 不用花錢 其實對某些人來講不是好事 因為你要因忍涉事 這是真正的正義跟價值 所以我覺得今天短短的時間 我們今天要非常寶貴的這個工作 那為了幾天對我們在 我想應該要進行一些連結跟工作 我們還是要學習那幾句話 堅持不要臉 堅持不要臉 這個是社會推動非常重要的基礎 本來華老師應該也會同意 那我想 我可以把這個重要的東西 再帶回去 因為五年前到現在 我發現我只懂這麼一點點 但是這個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竟然了解這麼深刻 那我們是不是再次的熱烈掌聲給華老師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這個是交給您 兩位的營服照片 謝謝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共和允涵時間 那我們是不是邀請華老師 以及我們的堂共振委 一起來到台前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在投影服上面 放出一個掃描的QR Code 那比較晚上的夥伴們呢 就可以幫我掃描上面的QR Code 然後提出疑問 那也歡迎留下你的名字 就是也許 聽到你的問題的時候 會有一些對導的機會 我這邊已經接一台 然後您這邊也可以看 這樣 好 那今天非常精彩的剪刀 這應該是第三次聽這個華老師的這個model 每次都是非常的感動 事實上 我已經知道說是跟華老師對象 我就馬上說我直接都給華老師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以 不是 你按一下那個 等我來嗎 對 有時候 正偉自在廠商 對 那個 自己操作比較快一點 嗯 沒問題 再一個 presentation mode 然後 好 我抽一下 好 對 好 那如果是之前還沒找的 就麻煩掃一下 之前如果有找的的話 也麻煩 就是按讚 那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大家 比較常問的問題是什麼 那當然隨時都歡迎舉手 那我們有數位 麥克風 數位自主的話幾位 至少三位 可以支持 同時拿麥克風說話 所以舉手的優先順序 高過屏幕上面的 原因是因為舉手需要有問題 我們這邊 上面因為是匿名的發文 所以大家都在畫手機 沒有人知道這裡聞 所以只想到什麼就可以丟上去 那反正就拉票嘛 那但是 大部分的時候 我丟上去 問題的時候 會多少人會按讚 所以那 沒有什麼門檻 但是舉手的話 大家都知道是你問的 對 舉手是比較值得 這個獎勵的 所以任何手舉手 都可以搭算 我們上面的 這個投票的 這個不老包 那 我們有大概 三小時左右 的時間 那所以就很 鼓勵大家 盡可能的問我問題 或者是問的話 或者是你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不一定是問題 也 也可以 那 大家都找到了 那我們就 直接開始 那 第一個問題 這個事實上 我不記得我們當時 2015年 在處理誤會 這個題目的時候 運言所 也問過這個問題 因為 就是移動運輸的 這個 可能合作 事實上是最早的 跟消費 什麼事 在太晚要早的時候 就出現了 我們在街上 看到很多計程車 它事實上是掛著一個 合作事業的 這樣的一個牌子 那當然 for some reason 因爲什麼原因的關係 所以好像有一整代的 年輕人到最後 他創業或 就業的時候 都太考慮了 做組織 然後這個到 201415 都是發修吧 慢慢 我們又回來 現在創業的人會考慮 合作組織了 所以現在我很高興看到這個問題的 前面是寫 當今很多的發展彷彷 表示說 2015年以來 我們做著做一點事情 但是 它沒有成為主流的經濟企業 也就是說 比較不是 就業或創業 大家首先想到要選擇 現在大家知道有這個選擇 但是 好像不是首先的選擇 那所以還欠缺 欠缺怎麼樣成功的要素 因爲通常的組織 尤其是Provider的 他主要的Promance 就是說 你可以去參與決策 他分享了決策權 有一套 法律所規範的 反映的理事主題 至少要知道 這個實際上 社員的需求吧 而且你不太有安全 而且還可以分論 那這個是非常早期的 很好的社會創建 那為什麼現在在台灣 而且合作是法律 已經解開了 沒有變成在 很多場議裡面的主流 這個是 老師 領域之一 要不要先聽老師分析一下 有問題 有問題 可以嗎 好 其實 第二天合作 就是 基本上 早上現在都已經關閉了 對 那又拍照的問題 沒錯 那但是長照 他好像同學發展 那主要是因為 他是 讓大家可以成為 一個自主的老闆 所以他基本上 長照很多部 基本上就是 自己領域 然後自己開案 然後自己 可以去成立 然後最後自己 可以有營收 那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我們合作的概念 合作經濟是很好 但是 問題是 他的權益過程 和他跟我們整個 共同要合一的 溝通成本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高的 那不管各位 我們的方文計畫 其實已經組了一個合作社 這是勞動和合作社 勞動和合作社 所以長照勞動和合作社 但是過程裡面 我都覺得 其實 只要碰到一些 決策過程 就是 你跟特製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學習 學習 合作 一個合作式 一個業務 經營 而不是一個 傳統式 因為傳統的 資本主義 告訴你的資本會老闆 但合作主義 他又是資本會老闆 這兩個正面 他扮演 在同一個人身上 他比如說 他 他不知道要怎麼去 什麼時候 他站在哪個角度 去做這些事情 那另外 我是覺得 這樣的所有的 經營管理都還跟不上 主要是 我們很多管理師 都 用傳統的資本主義 在設定 那合作的經濟 這樣的一個經濟管理 的概念 就是我們學習間 也可以好好努力地去思考 去把一些 該要的架構跟一些 制度把它做一個 先級的引擎 然後讓大家比較有規範 去嘗試去做他們 所謂的業務的適用 比如說工具上還不行 讓它可以去變成 一個大型的業務服務 但台灣有的就是那個 所謂的 那個 主婦聯盟 就是小合社 對 消費合作這造成很強 消費合作是 因為他們做消費的方式 所以沒有抵觸到 他們回來的 利益的關注 所以這裡面最核心 就是利益 利益的分別的過程裡面 就會出現到這個 合作社的業務 所以可以說是說 就是我們 我們像作為消費者 團購 就跟團 什麼 這個是大家生活中 可能從小就有的經驗 對 那但是 對學校 尤其如果你是機器的話 其實但是 假設有一個 勞工關係在的 那不管是當老闆的 學管理 或者是當勞工的 學習勞工的 應該要彼此之間 爭取權利 合作 工費 等等 那個好像都不是說 某一天我自己來當 老闆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要成為主流經濟體 我們必須要在不管是學校 或者是學術界 有一種說 那你既是老闆 也是工作者 而且是從個人工作室出發 慢慢到三個人 七個人 更多個人的時候 還是有一種 好像共同化 跟共同決策的習慣 那有了這種 民主的習慣的時候 這個可能變成 真正你 我第一次創業 就想要創作社 這樣子做法 但是是可以做法 這個開始 我覺得非常好的答案 好 那 我們就 如果有人要追問 來請 我剛剛先舉手一下 好 阿姨 不好意思 因為 我是社會局的 然後其實 計程車的公設 跟計程車公會 都管 都是我們想管的 對 然後 我先問一個 意外創生的問題 因為之前 我跟 有個女位 問了一個 有人說 我在原住民的一個地區 他們也不知道說 地方創生 他們會把 就會開這個架子 就是說 我開一個小巴 把登山客 送到登山口 那時候 然後其實那個就是 那時候就是 來台車 就是完全 我國安法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曾經有跟 交通部那邊 再去協商 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其實 那會是沒有決定的 就是說 沒辦法通過 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也講 很多地方都說 有事 沒事都沒有事 就是說 他們慢慢這樣說 沒事都沒事 但是有事的時候 當然 生不出來的話 應該就不錯 因為地方創生 很多單位這樣子 所以說 可是看到老師 講那個搬開車以後 可以進行那種 職業車的話 那其實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解決 就是說 我今天比如說 我是一個 社區發展協會 其實在盈蘭那裡 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車 就是 就是 因為我 不是 點流稱 拉著去觀光那個部分 其實 我有對他訪問過 說 那是合法的 但是他事實上 也沒辦法講出一個 合理的方式 但是 真的我覺得那個 之前我們去過之後 看到這個時候 就會直接說 這個好好玩 我現在要帶遊客來玩 然後讓他們去看 他們的地方 雖然它是設施 感覺上 是 不是指 你那個 但是我覺得 看到不同的這個交通的 因素可能 就會影響到說 我們 有時候 因為有一些 在做交通車的人 他會整 講究到訪法 但是 政府的機關 可以改成說 你這個是OK的 這個是我 第一個 想要問那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是說 這樣計程中的說 這個 其實我們在合作設計 裡面都是講 教育教育教育 其實我在 看他們的資料裡面 他們的教育就是 第一個是 要貴老 然後 接下來是 預防重疾 然後 所以說我今天看 老師有一個 學院 我覺得非常的好 就是知道 貴老 有一個計程中的說 可以有怎麼樣的 嘗試去跟他們的社員 想說 你們的課程 可以怎麼樣 加進去 可是確實也剛剛講 一個醫治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很多 我被 因為我有記得 當一個工會 我跟他小姐講 他直接 算是唱 我一句話 就說 一個時候 不是老方 全部都是租方 然後我就漸漸的 就沒辦法講 因為其實 後來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都已經變成 就是少數股的 所以說 我已經幫了 但是 我們其實在這個部分 合作社法的部分 我們會盡量再去推這個 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 在推的時候 就是像 上課的時候 就 今天一來就覺得很輕易 可以看到老師說 未來那個上課 會不會可以跟老師 再提交說 怎麼把它帶進去 甚至於把那個計程中的工會 一直帶進去 然後 嗯 然後 應該是說 合作社的部分 我覺得在推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是 我覺得剛剛講那個 部分的話 有一個問題是 目的検索的地方 就是不了合作社 然後他們就會 覺得說 他這個 這個組織 然後他們在對他 就是不知道 找什麼想弄動 然後 然後就會很防 防備這個部分 像交通 交通的部分 其實我現在 我覺得 平常都會變成消息 做為最大合作社 因為 確實沒有一個 像 教育部 對 原生 原生消費有做事也是 幾乎消息 然後看到會慢慢消息 可是 我 我自己個人 這麼久的想法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前陣子 我有一個 校長跟老師吵架 然後 就 合作社批見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些忍的因素的產生 會讓人家 對這個組織 會害怕 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 如果說大家 沒有想不到說 其實忍跟忍之間的 部分是 就是 這個摩擦式的正常的話 就會對合作這個組織產生問題 像我交通的時候 這邊也有遇到 會有一個重點緊急 我會比較自為 平常說 對這是合理的東西 就是說 可能在公共的過程沒有 但是 現在有很多 其實政府有很多人害怕說 欸你只要我修得套來 你這邊 你就 就覺得政府就是 有問題 第一個我想要這樣 那我這個 那我最主要叫問第一個 大家聽說 欸就是 地方放在那個部分的話 我這樣用 交通工具在運動遊客的部分的話 是已經很大化這樣 是 確實就是 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覺得應該是 類似明義代表 因為他確實也是選出來的 所以他會有一個 比較強的創意 而且他自己 可能對充足為人的收度 比我們很多工會 要高一點 所以他會 超越到這個情況 但是 我覺得那個是 一定會發生的這個情況 所以 我們仔細的很重要 我主要的貢獻就是說 確保每一個 部會 他在提到 好比像說 股東 股金 或者是這些 股份有限公司的 Term的時候 我請何川斯 做了一個對照表 那就可以確保說 不管他是 農業的人 或者是任何情難部門 他至少 不會因為法律的解釋不同 而 不小心 忽略掉了合作社 那是可以包含 什麼 勞建榜 或者是在那個 勞動合作社 他要怎麼樣激分 他的服務 怎麼樣去報稅等等 那些屏幕上面 所以至少在這些上面 我會讓人覺得 是來找麻煩的 這個方式不決 裡面主要就是 共存 那就是 大量不出 那 民眾 他們形成一個 制定的團體 來做這些事情 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法規上面 現在已經抓到 就是交通部 平衡 申請 地方的NPO 合作社 甚至各的 都可以來申請 交通事業的經營 那只要合到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合過 那你就可以去 執行這個業務 但他前年還是要先讓 所謂的車行和計程車 一些被告知 比如說 我們還是基本上先保護 所謂的 目前的這個 所謂的交通的 所謂的 相關的業者 那因為他們不來的 交通業者 你也不來 那我就是讓 財務處理不起來 我覺得這個精神 未來可能可以 多放大量 付出給 各個地方 因為 企業他在商園商 這個地方沒有利益 他 他不去 他也不會 他比較不會講話說 那你不能做 那目前為止 那他旅遊都是這樣 就是說 有一些 在地的 像旅遊業會 有沒有開放 第一種 但是 就是因為那個 在地的這件事情 官方局覺得 他比較不符合 那個 目前的 所謂的 旅行社的 產業利益 所以產業會去抵制 做這樣的一個 新的 營業商品 但是如果 可以用一個 開放的方式 是 那你不願意經營嗎 如果你不願意經營 你來 如果你不願意經營 開放在地來做 我覺得這就是 一個合作社的精神 就是說 不要去抵制別人 但是自己 把自己建立 自己的 所謂的 在地的 營業 做某一個業務的 能量 然後我們 講前那兩分 他講自己國家 自己建 一定要有這種心態 才會形成一個 合作組織 所以目前的 紀成真 為什麼走不下去 因為紀成真 現在已經不是 合作社 他都是被 大型的一些 特地 把合作社 台已經掌握了 所以他已經是 不是合作社的本質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 其實地方的合作事業 它其實名字叫做社團達人 或者是出來的協會 但它一樣可以有一個 隨機編號 它其實可以用合作事業的方式 來經營這個地方的 多元化的這個 集成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 我想 我們從中央 其實該做到很多中方 但是 很多都是畢童 你要慢慢的讓 交通局認識說 它 不會造成 對現有的這些 資本主義式的 策略的牌子 我有兩個問題 我想先請教 第一個問題 就是 老師在做社會企業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是要做進步的權 可是 其實要穩定的 企業的生存 其實要穩定的財源 我想 蠻好奇老師 是怎麼讓這個財源更穩定 然後更可以做更多的創新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很想問政府 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在社會局工作 那其實我們有 solo很多 我們的 無個案的客資 那 常常我們都會需要 跨部會的合作 跟 資訊科技的間接 比方是 毒品 自殺 或是你孩子的 救援狀況 那其實我就會反思的是 當我們在做一個 就是科技的 創新界界的時候 那 怎麼去保存 那個個人資料管的 使用的安全性 跟它需要透過到多少 然後是在我們的 政府 都在推動服務的時候 可以找出全部的樣貌 那可是又有一部分的人 會覺得這樣揭露太多 是沒有個人的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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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我們是先 希望對立政府 先改變政府 所以我們就到政府 地方政府去參與 那我們先到衛福部去參與 衛福部說 這是地方業務 要我們到地方各自去溝通 那我們就很快的 就到各地方政府去溝通 那地方政府 找到幾個比較願意承擔的公益人 那我們就好好努力的 幫他寫政策規劃去 然後幫他 努力的把這樣一個 新官員把它推扣起來 所以我們 目前銘工師獲利是 因為我們 承接了地方 穩定的地圖 這讓我們 天然小明星是 比較穩定財務是 可以鼓勵自己的 謝謝 幫你說 我快速先回答他的問題 我想這邊 提到一個概念 其實公益的數據化 也就是說 他在做公益 或者有做生意大運的時候 他可以有具體的數據 而且這個不是羅雷 這個是用來做決策依據的 有資訊性質的資料 所以假設我們把這個叫數據 因為數據是 數目作為依據 所以這種數據 他一旦能夠產生 那我們在公務門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證明給 所有的部長 或者是局長看守 你看用這樣子的方式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就非常願意 跟民間合作 因為他不是 只是擠出問題嗎 他是一起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流向是非常好的 那但是呢 只要 除非他是廠商違反 簽了NTA等等這個情況 可是這個又會出現 就是他跟你比較熟 其他人都拿不到資料 那馬上就有人說 這個有大小鹽 這個土利哥 女團體等等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每天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 有一個想法 那這個也是 未來的社會發展部 可能會有專門的一個 多元創新思裡面的 數據公益課 專門在做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其實講穿了也很簡單 就是它是用完全不碰 RAWDATA的方式 去達到數據上面的交換 因為講穿了 我們要做 好比像說我們防疫 等等這些活動 我們並不是想要 知道大家的RAWDATA 你如果會意料人員 他們也不是為了要做什麼 什麼美食地圖 還是旅行地圖 給大家看 大家是為了通知 可能確診的人 大家是為了狂烈 就是為了讓大家 想要就是 保護好自己等等 那但是我們的目的 絕對不是說 讓人能夠發揮出 這些人到底是誰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 我們是因為太容易了 所以就算完全不會寫誠實的人 只要你稍微分享一些 就算所謂 蓄實體化的資料 你只要 持續分享一段時間 然後它丟進我們去 練習裡面 它八九不理師 其實每個都猜得出來 是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更棒 就是覺得說 我怎麼樣蓄實體化 都不夠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 從數據工業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絕對不分享 任何DATA 但是我們分享 所有大家需要的數據 而這個數據呢 就是統計數據的意思 那以前 我們這邊統計處 或者是用我們的方式 什麼 最小行政區啊 什麼東西去發布 但是對學者 或者是要做 這樣子的那個平台的人 可能做的方法 並不是他們想要的方法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所以現在有所謂的 開放演算法 就是反過來 不是我們開放資料 是民間需要的人 丟演算法進來 然後我們在這邊 幫他跑 他的演算法 我們出去的還是統計數據 但是是按照民間 所需要的東西 統計的數據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很多 治安上面的一些方法 可以去確保 我們這樣跑出去 他是這個 Information Theoretically Secure 就是他絕對不可能 寫為任何的資料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作為公務員來講 我們就不受到很大的 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從趣事別的這個想法 轉成 變成什麼的 隱私增強技術 這樣的想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 類似的意思 我們這次 簡訊史連製 或者是 我現在大家要裝的 那個 剛剛是要距離 都是用了很多 這一類的做法 去確保說 每一個資料的存放者 他都只有 拼圖的地上 那這個因為時間關係 我覺得 也不是第一體驗 但是就是說 會確保說 我們的公務的朋友 我們在做資訊系統的時候 就有點像說 我們有認證的 綠建築的建材 認證的防火的建材 認證的什麼建材 那你只要告訴你的廠商 用這些建築 拉出來的這些API 這些程式的接口 他就可以既滿足 就是數據分享的那個要求 但是又完全不碰到 各資之間的這個互相分享 那這個歐盟因為GEPR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做得太多了 那我們之前一直都是說 那個部會是可以自己決定 在我們目的之下 我還是無論如何來分享一下 但是現在因為 連美國都慢慢往歐盟 那個方向至少 比較早來往那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我們引進 就是歐盟剛通過的 那個資料設立法裡面的 數據公盈 雷達二水的這個概念 我想是接下來 就是大家可以 一起努力的一個方向 這樣我們就 比較不需要說 好像敏感各自 因為守備安全網 因為 剛剛有問題 老師 老師還有這個鄭偉桑 我想研究一下 剛剛這位先生 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他提到 他剛剛講的那個 在隱藏的那個 那個 那個交替亞卡 那應該是在 原山的那個 內省社區 因為我本身是在 從事這個 農村在深的推動 的一些工作 那我想其實 這有連帶到的問題 就是其實不是像 這種 這種特色不在地的 一種運輸 那其實這是 農村在發展上 他們其實都是為 因為最近這幾年大家都要去發展 有關於一些在地觀光 可是他們面對的最多問題 剛剛老師有提到 有關關於觀光業法的問題 那在車禮拜協會 他沒有辦法去清理 那甚至其實不只有內層 其實像 漫畫方面 他們也有所謂的海牛車 那甚至在嘉義 的新港 的反隔社區 他們之前過去 有曾經做過超多車 那當然也是因為 這個原因 沒有辦法繼續運作下去 那也導致社區的一些 從事 現在他們不敢講叫社區小旅行 他們只能叫做同事體驗 因為一到小旅行 這個就非常的 比這個事業 非常的尷尬 對 所以那我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剛剛那個老師的提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在地的 這個地方組織 是可以申請 所謂的交通事業 那這個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以社區地方的協會 的這種組織來講 他們如果申請 這種交通事業 是可以出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第二個就是說 老師剛剛的 這個設定的檢報 你有提到說 你有在讀到一些 除了打破車 有打到 或是說一些一些在地的 這個資料